Hello大家好,我是盼盼 欢迎收看围棋几位小知识 你一定要知道的是 今天我想跟大家聊聊一个非常常见的定时 但是在几位甚至一些低段的棋友们之间 常常下挫 而且更进一步来讲 我们会发现就算对方下挫 也很多人不知道该如何正确的应对对方的失着 所以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定时吧 首先我们把这盘棋的焦点放在右下角 现在黑棋在右边布成了一个三连星 白棋挂角 而黑棋选择了一尖低夹 这个也是宇宙流武功阵述老师 在他的某一个时期特别喜爱的一个布局 站在白棋的角度 这个时候想要点33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下法 在AI的角度看来 这时候点33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那问题来了 现在换黑棋一下 黑棋非常明显会有A跟B两个选择 那么我想跟大家说 在三连星的前提之下 大家非常正常的会想要挡A 因为感觉挡住这边 我们可以将三连星这块阵型 几乎给围成一个接近时空的感觉吧 是吧 可是呢在AI的角度看来 挡在A这个方向却是一个错误的方向 应该挡在B 还是应该把两颗棋子吃掉 然后呢 A可能就类似下沉这样子的一个定时 这是AI的见解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让我来慢慢的跟大家讲 其实啊 就是因为 当我们挡在A的时候 接下来呢 白棋会有一个很厉害的下法 首先啊 白棋贴过来 黑棋长 这都没有问题 然后呢 旧的定时 在AI出现以前啊 我们都会下这个病 然后黑棋一飞 将白棋封在里面 那如果下沉这样 黑棋当然是满意的 因为他将白棋封锁在角落之后呢 他右边的阵型 算是相对完整的一个状态 AI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他告诉我们什么呢 就是在黑棋长的这一瞬间啊 白棋千万不要立 白棋立这首棋 是一首坏棋 那首先为什么白棋要立啊 是因为假设白棋这个时候 如果拖先的话 黑棋在这边有一个冲了之后 注意哦 扳在这里的下方 这个扳非常的狠 白棋如果扳 这时候黑棋往这边一段 白棋动弹不得了 连接这里就从这边打过来吃 那如果吃掉这个 那这样脚上三颗白棋全死 那白棋当然也是不能接受的 所以这个地方啊 白棋势必要补一手 那问题是补在哪 这时候AI教我们啊 补在立下这个位置 有没有发现 其实这就是敌方极锁 我方极锁 黑棋想要冲了之后 搬这个二子头 所以白棋啊 就抢先一步 把这个要点给占领住 这个要点占领住呢 有什么好处 非常简单的 就是右边黑棋本来要 唯空的地方 变成了锈控 这个地方啊 出现了破洞 黑棋不可能这时候挡的 黑棋这时候挡 如果被白棋压出来 哇那这黑棋不用看了 这一颗棋子被切开在这个地方 正值黑棋肯定是大亏的 好 可是呢问题是 为什么以前人类 没有特别喜欢下 二路立这首棋呢 原因是 以前啊 人类会陷入棋形的迷思当中 当黑棋压过来的时候 白棋啊 不想顶这一下 因为以前的棋手们 认为如果下成这个棋形 感觉白棋凑着黑棋的 班二子头 所以白棋不愿意这么下 但是 现在的围棋理论啊 AI告诉我们 其实棋形长什么样子 当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但是它绝对不是 百分之百正确 例如说我们告诉自己 不要被搬二子头 但是是百分之一百 都不能被搬吗 答案是否定的 例如这个时候 白棋一搬 那黑棋如果够厉害 肯定会知道要连搬的 好 下到这边 诶 白棋其实 已经 活了 所以白棋可以抢先脱先 去下别的地方 那么这个定型啊 黑棋 可以说 虽然好了 有一个外势吧 但是首先 这个地方 它这个空是漏风的 将来白棋 有机会可以从这边拐啊 从这边跳啊 各式各样的方式 来侵略黑棋的地盘 所以这块琴 几乎是没有味道的 那黑棋的方向非常的差 白棋却把角落完全 掏走了 所以这个定型啊 黑棋吃亏是很严重的 那在这边我可以补充一个小知识 就是虽然这个连搬很厉害 但是将来 某些情况之下 例如说 诶好 假设我这边飞出来了 白棋脚上已经活得 更好的情况之下 白棋是有可能 可以断在这个地方 吃外面这一颗的 这两颗是有可能可以怎么样 可以这样子给人家打出来的 这是一个可能性啊 这是一个可能性 好不好 一个小小的补充 好 所以呢 我们来总结一下 今天讲的吧 就是遇到这种点 除非极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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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殊 以我目前AI 我敢说我看的上千盘起了 用AI 几乎都是挡在这的 我就还没看过挡在这个A这个位置的 真的没有 三连星就已经不会挡在A这里了 更不用说有的时候 三连星这个位置还是空的 例如说 有些旗友啊 还连这样子都会挡在这边 那就更不用说 那肯定是更亏的 所以呢 二之三这一首单例 就是我今天要介绍给大家 非常非常实用 非常好用 而且你的对手可能会 不知道的一首棋 好的 今天我们的几位小知识 就到这边 我们下次再见 大家拜拜 拜拜